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7日,欢迎收看北美市场每日观察 美国股市今天承受了较大的压力,疫情的担忧再度升温,这抵消了亚太股市大涨带来的积极影响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的言论也比较悲观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出现了趋于平缓的迹象 并指出,很明显新冠病毒危机的持续时间将会超过当前的救济计划 不过科技股依然表现坚韧,在日内大部分时间内都一度支撑纳斯达克指数转为上涨 但最终依然没能阻止三大股指全线下滑 主要是因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已经证实收到了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的通知 另一方面,美国德州单日新增病例数超过1万例,再度刷新了记录新高 同时,美国佛罗里达州有21个县43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已经处于满负荷状态 已经没有多余的重症监护床位了,这就令市场开始担忧 虽然美国的新增死亡病例已经开始下滑 但如果重症监护室复核过大,未来死亡病例是否也会出现反复 这就成为了一个新的担忧点,从而抑制了市场的投资情绪 尽管如此,美国抗疫概念股受到了有效提振 因为诺瓦瓦克斯医药宣布获得了美国政府神速项目的16亿美元的拨款 这笔钱将用于在美国本土测试生产和上市疫苗的相关费用 目标是到2021年1月份的时候就能够提供1亿剂的疫苗 此前美国政府已经向莫德纳、强生以及再生云等公司分别拨款了4.56亿 4.86亿和4.50亿美元 目前看来这已经是一场时间的赛跑 因为美国政府现在正处于疫情反复和保住经济重庆的关键时刻 疫苗能否及时出现将成为这场战役的关键胜负手 所以抗疫概念股自然就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但这类股票的风险依然是很大的 因此投资者还是要多加小心 不是专业人士建议还是不要轻易入场 另外中概股最近亮点不少 其中蔚来汽车可以说是佼佼者了 一方面受到特斯拉掀起的电动车浪潮的推动 另一方面受益于上周公布的交付数据提振 蔚来汽车今天盘中一度大涨了20% 最终虽然有所回撤 但依然逆势走高近15% 今年以来股价已经翻了三倍多 主要看来利好因素有三个 那就是特斯拉的优异表现 中国经济的复苏 以及暂时解决了潜在的现金流问题 整个第二季度 蔚来一共交付了超过1万台汽车 这是公司首次实现单季度交付量破万 这一数字也高于此前 公司在财报中对二季度的一个交付数量指引 今年上半年蔚来的交付数量强劲表现 主要得益于全部汽车都在中国销售 而第二季度虽然全球疫情比较严重 但中国的局势相对稳定 这就帮助蔚来逐步复苏 从途中可以看到 第二季度蔚来的两款再售车型 ES6和ES8的销售量都出现了稳步增长 另一方面 一度将蔚来逼入绝境的现金流问题 也在第二季度得到改善 此前蔚来由于融资不足 去年年底股价一度跌到了一美元 现金流也只能再撑几个月了 幸好中国安徽省合肥市政府带来了大额融资 同时蔚来也凭借腾讯加仓的势头 一举完成了总共7200万股美国存托股的发行 融资约4.3亿美元 这才帮助蔚来度过了现金流的难关 这令蔚来的创始人李斌也感叹到 经过一年调整的蔚来汽车 已经逐步回归正轨 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了 紧接着华尔街分析师也认为 蔚来过去一年中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用来打造销售网络的做法 现在看来是有所回报了 这有助于达成蔚来2020年的 另一个核心目标 那就是改善毛利率 这也是目前继续验证 以及能否支撑蔚来股价 进一步走高的核心因素 财报数据显示 蔚来汽车在第一季度净亏损 依然高达了16.92亿元 整体毛利率仅为负的12.2% 这意味着蔚来汽车仍未走出 卖一辆亏一辆的窘境 那在第一季度财报会议上 李斌曾经透露 公司的汽车业务毛利率 有望在第二季度达到5% 公司整体的毛利率 有望达到3% 这将是蔚来汽车 首次实现毛利率转正 那到底是否能够如愿 就让我们一起等待 8月份即将公布的 蔚来第二季度财报吧 另外今天市场中还值得关注的 就是Snap和TikTok TikTok就是国际版的抖音 是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 非常火爆的一个短视频平台 那为了吸引全球用户 同时规避政治对抗的风险 TikTok一直寻求 与中国母公司保持距离 那他们的设计是 中国大陆网民无法登录 用户个人数据等适用的规定 也与中国不同 目标就是面向全球国际市场 但现在看来这一策略似乎并不能一直奏效 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 TikTok还是一个与中国有着密切关联的公司 那近期TikTok已经陷入了一个扩张的艰难时期 目前来看似乎还是难以避免 国际政治局势的一个极大挑战 之前由于中印冲突 引发印度禁止了包括TikTok在内的 59款中国APP应用 这已经令该公司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因为印度就是TikTok全球最大的市场 而美国是第二大的市场 在过去几年内 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在印度投入了超过10亿美元 如今旗下产品几乎全在印度市场被禁止了 预计损失将超过60亿美元 而从公司估值方面来看 损失可能还会更大 另一方面 虽然之前陆陆续续一直传出 TikTok在美国可能会被禁止的消息 但都只是一些传闻而已 然而从本周一开始 被美国禁止的风险突然急剧攀升 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可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透露 他和总统特朗普正考虑 对中国应用软件TikTok发出禁令 那同时根据Great TV的报道 特朗普今天也承认 正在想办法禁止TikTok 此举源于美方担心该社交平台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至于TikTok到底对美国国家安全 是否构成威胁 因为我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的材料 所以我也就不妄加评论了 但现在看来 TikTok被美国禁止的风险 确实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可以看出 TikTok的国际化道路 在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下 实际上还是很难摆脱 政治因素的影响 即使再小心翼翼 也很容易陷入两难的境地 那例如TikTok已经宣布 将在数日内退出香港市场 这也是近期 他们希望远离政治影响的 又一项努力 但未来如何 现在确实不容乐观了 这一点也体现在 Snap等社交媒体的股价上 作为TikTok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Snap股价今天大涨了 接近6% 一度创造年内新高至 25.58美元 就是因为 华尔街已经开始定价 TikTok可能会被完全排除 在美国市场之外 那这样对于Snap等社交媒体而言 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主要股指方面 道琼斯工业指数 今日下跌了396.80点 跌幅1.51% 收报25890.18点 标准Pro500指数 今日下跌了34.40点 跌幅1.08% 收报3145.32点 纳斯达克指数 今日下跌了89.80点 跌幅0.86% 收报10343.89点 多伦多证交所综合指数 今日下跌了74.17点 跌幅0.47% 收报15595.50点 黄金方面 8月黄金期货价格 今日上涨了16.40美元 涨幅0.9% 收报每盎司 1809.90美元 除了奇纹于1800美元 关口上方以外 黄金价格 今日还创造了近9年的高位 主要就是受到了 疫情引发的 避险需求激增的影响 原因方面 美国WTI原油 8月期货 今日下跌了0.01美元 跌幅0.02% 收报每桶40.62美元 布伦特原油 9月期货 今日下跌了0.02美元 跌幅0.05% 收报每桶43.08美元 家园汇率方面 家园对人民币 最新报5.1551 家园对美元 最新报0.7350 家园对港币 最新报5.6962 家园对台币 最新报21.6699 疫情方面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确诊病例 增加了40305例 总数达到308497例 死亡人数增加了784例 总数达到133763例 加拿大确诊病例 增加了171例 总数达到106106例 死亡人数增加了15例 总数达到8708例 明日我们主要需要关注的 就是美国EIA原油库存报告 最后还是我们的广告时间 FX168 北美分战 已经正式上线了 大家可以通过 3w.fx168.ca 直接访问 同时还可以扫描 图中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及时了解北美热点 和市场动态 这就是今天 每日观察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 可以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日再见